大家好,我是德麥光頭王麥克 那今天我要帶來利多產品 製作一系列下午茶套餐 從前菜到主菜還有甜點 那我今天邀請到了我兩個好朋友 來協助我亞瑟還有Dora 大家好,歡迎Dora 嗨,大家好,我是Dora 謝謝,大家好我是亞瑟 你不知道 不是亞瑟 好的,那Dora,我自己就交給你們囉 好,謝謝 今天我們要用兩個利多的產品 第一個是螺旋沾賣寶 第二個是利多的牛角 然後做出五種產品 介紹給各位 所以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好,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利多的產品要如何使用 就是從冷凍庫拿出來之後 我們必須要經過一個退冰的過程 那退冰的時間呢 我們以螺旋可頌寶來看的話 它需要一個小時的時間 因為它的體積比較大一點 那它的中心點比較紮實 所以我們必須要退到中心點 完全退冰之後 我們才能拿來做使用跟考量 那我們螺旋可頌寶它不需要經過發酵 這個產品呢,只要退冰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進烤箱、烤焙 那烤焙的時間呢 大概是15到17分鐘 但需要因不同烤箱而異 另外一個要介紹的產品 利多的可頌 我們需要經過發酵 退冰的時間30分鐘 發酵的時間90分鐘 放在28度C的溫度裡面 發酵的濕度80% 我們烤焙的時間也是15到17分鐘 也需要因各自的烤箱下去做調整 它烤出來就會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使用的烤箱 就會使用旋風烤箱下去做烤焙 好,那我們第一個來做我們的前菜 那亞瑟我們今天前菜是要做什麼呢 迅鮭魚三明治 烤焙鮭魚三明治 欸,裡面有什麼材料? 烤焙鮭魚 烤焙鮭魚,嗯 檸檬 白芝麻 你在說我嗎? 白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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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Cream Cheese Cream Cheese 中文不錯 中文是 也不會,也不會 奶油乳酪 奶油乳酪看起來很特別 可以大概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艾勒薇 艾勒薇的澳洲乳酪 所以我裡面有一點點 檸檬汁 檸檬皮 這個什麼叫 Pickles Pickles 酸黃瓜 鹽 奶油乳酪 然後就攪拌在一起 對 第一個是切我們的 柵桑蛋白包 螺旋蛋白包 先把螺旋蛋白包切一半 切一半 先把螺旋蛋白包切一半 切一半 鷹 3 2 3 2 2 2 3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肉一斤 好了 這樣 點絲 我們先去切我們的麵包 那一般我們切的時候都會從底部的一公分往上切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開始製作甜點 那我們今天會製作三個甜點 第一個甜點是巴黎布雷斯特泡麩 第二個甜點是巧克力可頌 第三個甜點是可頌鬆餅 那阿澤你今天想要吃哪一個呢 三個都要 小孩才都會選擇 我們全部都要 第一個是巴黎布雷斯 我們需要這個 螺旋丹麥寶 對 上面吃杏仁片 你可以看這裡有一個洞 挖了一個洞 這樣 下面就需要 下面不要切洞 對 這個是 Creme Muslim 所以裡面的內餡是我們的 100%真果醬 加上 卡斯達 去做的內餡 然後把我們的螺旋丹麥寶 切拌之後 挖個洞 然後擠入這個 真果內餡 然後再把上面蓋上去 來囉 這裡有巧克力 看看你的歌手 棒 這裡 這一點是之前在韓國跟台灣都很流行的可壽手餅 很簡單 需要一個可壽 發酵好的可壽 那可壽 這裡 我們要大概3.5分鐘 大家謝謝你們今天的觀賞 那希望你們呢 記得要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然後記得隨時關注我們 德麥烘培原地的最新影片 謝謝 謝謝